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划是抛砖 重点在于一个柚子 它是属于那种引诱敌人 诱敌深入的这么一条计划 当然里面同样的充满了三十六计的阴险狡诈 充满了为了达到迷惑敌人而不择手段 这些法则 在我们这个和平时代 当然是要坚决的抛弃掉这些阴谋诡计 如果有的人他说把它进入这个商业 叫做商战 那还得了 商业和战争还是不一样的 商业其实讲究的是双赢多赢 而战争一定是你死我活的 战争不会有多赢的 两军交战肯定有一方是胜利者 另外一方是失败者 要么就是两边对垒 就是谁也把谁打不败 但是商业不是这样的 商业一个人比如说苹果手机 乔布斯他把它发明出来生产出来 很多人因此受益 首先消费者受益 消费者的所有的消费能力 你全部全面的升级换代 一个小小的手机变成了一台 无所不能的电脑 而且是移动的电脑 开创了一个移动的互联网时代 包括我们到戏都在从中受益 都得感恩 你想想如果没有他发明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在这里讲课呢 怎么可能传播我们的优秀的传统话呢 所以说这个商业它是多盈的 除了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以外 它的活着者也都是得到实惠 比如说一台苹果手机能生产出来 它可能它的工厂遍布全世界好多地方 都知道富斯康在中国 它另外的零件可能在台湾 还有的呢在日本 在韩国 在其他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它让这些参与者都是受益者 都拥有一定的利益 所以说商业应该是诚信的 不是这个异常战争 不能用这些三十六局去迷惑那些对手 不要说这些受益的 其实很多人不明白 商业啊 它还能让它的对手获益 比如说中国的小米手机 要是没有苹果手机 就绝对不会有小米手机 小米手机其实从本质上来说 是苹果手机的一个竞争对手 但是呢它同样的获益 同样的受益了 为什么 因为它在里面 学习了好多好多的经营的法则 学习了好多的这些方法 而且它的这些人才的聚集 都和苹果手机有关联的 所以说商业应该是双赢 甚至是多赢 甚至让它的竞争者都得到了利益 你看现在小米发展的多迅猛 多快多好 更不要说商业的发展 还让那些互联网公司受益 包括微信 要是没有这个苹果的发明的话 微信走不掉今天 也就是说没有微信 只有抠抠 因为抠抠是电脑里面的 微信是手机里面 专门为这个互联网设计的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一样的 如果没有这个苹果手机的发明 也没有它后面的 这些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进入 倒戏的这个慈悲 善良 奉献 信用 这些优良的品质 注入这个三十六斤 那么这个 抠抢转隐喻 就被我们用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 包括我们的这个 义工队 义工队也就需要这个抠转隐喻 所谓抠转隐喻就是我 谈谈我 谈谈我的一个粗浅的看法 比如说有的人 他刚刚才来学习我们道戏的课程 他并不是说有很精深 但是呢他很热心很热情的来分享他的内容 比如说刚刚听了道说西游记他就来分享 这同样是 抠转隐喻 达到了让后面的人升起信心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可以在方方面面去注入慈悲 然后就可以运用了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 诸葛亮 他是一个智慧的化身 其实他的很多东西也可以理解为是在抠转隐喻 比如说他在龙中 与这个刘碧进行对话 虽说他的智慧非常的高 不能说他是一块砖 他是一个玉 但是呢 要有人来用他的方法呀 用他的计谋啊 用他的这个见识啊 如果刘碧不用 其他也找不到用的 他的这个智慧也就荒废掉了 还有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这个孙子 孙吴子 他当年一个清廉人 从山里面出来 也得有人来 有国君来用他 愿意启用他这个人才 他是那个 当时的一个大将军 吴子熙推荐给吴王 吴王开始也不想用他 后来他因为确实是 非常精于兵法 所以说用了他 就成了一个长胜将军 这里面都可以理解为 这个将军呢 炮砖引出了玉 就是他可以把自己的观点 态度和方法说出来 然后他的这个更 拥有权力的这个 掌权者觉得很不错 这个清廉 好吧我们就用他 这就达到了炮砖引力 就是炮一块砖 最后引出了宝玉 这么一个效果 这是一个善良 慈悲和多方面都共同的 收益的这么一个效果 这就是很多人修小城的 他喜欢他说我先修到最高境界之后 我再下山吧 但是有的修大城的说 我今天听了师傅的这个 擴展我明天就去把这个故事 分享给我的邻居 分享我的同学同事 所以说炮砖引力是一个很好的 很慈悲很善良的一个计谋 而不是把它用到外面邪道 不是拿来非得把其他人 搞得狼狈不堪 更不要说在商业上去应用 去忽悠 社会上不是就有忽悠吗 把书子卖给活上 这就是天大的忽悠 那个活上是光头 光头一个头发都没有 他去把他的书子卖给他 靠什么 靠扶妖 靠这个对这些三十六计的那种 阴谋诡计的玩弄 靠打心理战 这些都是错误的 我们作为太义道具 我们要旗子宣明的 站出来坚决反对 我们就是要 把这些三十六计 变为世界上最好的智慧 而又是得到人们的喜爱 而我们带给人们的也是最好的 包括我们一定要明白 对那些疑难杂症 到医院去 走了十几年还没什么效果 甚至越来越严重的人 一定要想办法 请他来 听我们的 道说 西游记 小孩子 听故事 成年人呢 听道说金刚经 道德经 六十四卦 这些最优秀的文化 他们听了之后 一边站桩 一边呢 接受加持 再超度他们的冤心在座 坚持一段时间 好多人的病 就会越来越好 甚至不要而遇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每一个 义工队员们 都要用这个抛砖语域 去接引真正的有缘人 而为这个世界解出更多的苦痛苦难 还有一点我想再次强调一下 因为很多人呢 他是为了传播道戏 他心里也是非常的认同 道戏的这个文化 但是他老是放不下他过去所学 因为一个人到我们这里来往往过去学了好多好多的各种方法和知识 我们是这样建议的 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你现在的任务是学习 至少学习十年 然后你过去的东西呢 放不下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作为个人爱好 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可以练一练 暂时放不下 但是最终你可能都能放下他 因为已经从小学到了初中 到了高中 到了大学 到了博士后 前面的扩程已经可以放下了 我们已经渡过船去 已经可以放下了 所以说我再次提醒大家 你可以把你过去的东西作为个人爱好 在家里自己练习一下 但是千万不要带到我们的共修 我们的课程里面来 误导了这些新人们 这点非常重要 不要因为我们有一颗热情的心 而把人带到坑里去了 那就不好了 好的 今天我们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明天继续 感谢观看